Hello大家好,我是Vixi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上次给大家分享的郁金香手绘美甲 反响还不错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长岛冰茶的款式 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先涂上一层底胶 然后照灯30秒 接下来我们要涂上一层 这个透明的深棕色 它的颜色跟长岛冰茶非常的相近 在涂透明胶的时候 会比较考验我们手控制笔刷的一个技巧 所以可以尽量放轻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不均匀的情况发生了 照完灯了之后就可以上第二层 让色胶达到颜色的饱和 颜色均匀了之后就可以照灯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调色盘 然后取出适量的白色彩绘胶待用 利用拉线笔蛋取彩绘胶 然后从指甲的根部开始画出花朵 长岛冰茶这个款式本来在讲的就是像花茶一样的碎花 重叠交错的在水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效果 所以花不需要画的特别完美 比较随意看起来会更加的像长岛冰茶这个款式 接下来在花朵的梗画上叶子 同样的在画叶子的时候也不需要把叶子画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形状 只要看起来像叶子 然后最好是可以画的比较随意飘逸的感觉 这样子也会看起来更像长岛冰茶 接下来我要画的这个是一个类似五瓣花的花朵 也是非常简单 就只要画出不同的圆形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尽量的把画出来的圆形花瓣 往花心的位置聚集 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完整 也会比较像一朵花 画好了之后在花朵的下面加上一条线 当作花的花梗 这朵花就完成了 为了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的复杂 所以我又再加上了两片叶子 接下来这朵花非常的容易画 就只要将不同长短的直线连接在一起 然后画出五个不同的花瓣就可以啦 我把这个花朵的设计安排在了指甲的外围 所以我只需要画出半朵花就可以了 在12个大厨的内容 扬移在一起 不要再加上一条线迹 最后不重要的 有点用来很容易这鹿封一条线运线运渣的 再加上一条线运线运线运渣的 就除了一个小时间 画到这里了之后可以先照灯 花朵的部分画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画上叶子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里画的叶子也是非常飘逸的 就不是整齐排列的叶子 刚刚那个叶子画完了之后 我在另一个角落加上了这种比较属于长条形的叶子 可以让整体看起来更加的凌乱飘逸 更有长岛冰茶的感觉 接下来我会用这一盒水彩来上色 如果有对水彩不熟悉的朋友们 也是可以用甲油胶来完成以下的动作 准备一支水彩笔 如果没有水彩笔也可以用 美甲笔刷中的万能笔来代替 这是固体水彩 所以在使用之前必须混合水 来取得水状的颜料 在取下一个颜色之前 可以先用纸巾将水彩笔上的水分吸掉 然后再放入水杯清醒了之后 才暂取下一个颜色 我的习惯是先将所有需要的颜色 取出来放在水彩盘上备用 这样可以避免水彩沾上笔的颜色 进而延长水彩使用的时间 接下来我用红色蓝色白色的水彩混入 给出一个偏粉紫色的颜色 要为我的花朵上色 义得在用水彩上色之前 先用一层磨砂封尘打底 这样子可以让水彩更好的附着在指甲上 用水彩笔蘸取一点 刚刚调的粉紫色 在刚刚画有白色花瓣的地方上色 在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些人有疑问说 为什么不直接用水彩画在指甲上 而要先用白色彩绘胶打底 这是因为水彩都是属于比较透的颜色 而且颜色非常的柔和 长岛冰茶的底色是属于比较深的 所以再加上一层白色彩绘胶打底之后 水彩的颜色可以呈现得更加准确以及完美 在这里我在花瓣中心加上一些更深的粉红色 这样子看起来会更加的有层次感 但是在上下一层颜色的时候必须注意 必须要等上一层完全干了之后 才可以继续在同一个部分彩色 不然会把刚刚的颜色晕开 就破坏掉刚刚的作品了 水彩颜料干透的速度是非常快 所以如果水彩盘上的颜料干了的话 可以再混一些清水 并不会影响使用 在调配颜色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将颜色调配的太过鲜艳 因为长岛冰茶里的花是已经经过处理 然后泡在茶里的花 所以它的颜色应该会比较浑浊 而且会比较黯淡 在这种地方的水彩盘上的草莓 在这里面上有点水彩盘 在这种地方的水彩盘上的水彩盘 就会继续在沙发的水彩盘上 在这里面上的水彩盘上的水彩盘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完颜色后,颜料干了之后,可以再上一层跟刚刚底色一样颜色的茶色 这样子可以让整体的花朵就像泡在茶里一样,绝 均匀涂抹之后就可以照灯了 接下来涂上风尘照灯这个款式就完成了 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学会呢? 这个长岛冰茶的款式跟之前我分享的一些美甲款式的确是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其实也是属于简单的款式 所以大家可以在家尝试一下哦 今天就这样啦 记得要订阅哦 希望大家会喜欢 拜拜